這支筆已經開了,這支筆我一按就知道是陽蠔 這樣它是OK的 這支筆是OK的,這樣試一下 這支筆是樹幹的,這樣畫石頭 為什麼要用這些筆來畫石頭 這些筆畫石頭就對了 這樣就起了 再按下去一條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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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線線으면ided 之间这样勾一个轮廓线 这样就石头了 在这里上面让它干了 干了之下再加其他色 再加其他色 就变成绩了 绩了 绩了 绩脈 在这些湿的时候 湿的时候 湿的时候 这里是湿 湿的时候我再拆一下它 湿的时候我再拆一下它 会会化的 这样 这些方法就叫做破脈 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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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湿 把石頭畫出來 石頭 這個呢 擦一下 擦一下 現在是破了 不是積了 因為現在沒有一個地方 把杖桿給我 就算半乾濕